Water is pouring into a container in the shape of a cube 所以cube的时候呢 它是这样的一个正方体 然后正方体的时候这一边是15cm 然后每一个都是15 然后water level是8 然后它叫你找它的little volume in little 所以这一个是1515 然后它的height呢是8 所以我的volume是15乘15再乘8 所以我在这一边呢 我就有15square再乘8 我拿到的是1800 所以是1800cm³ 也等于1800ml 然后等于1.8l 因为我们知道1cm³等于1ml 然后什么 那个l去ml的时候 我们这一边是乘1000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呢 它是除1000 好 来接着这个第18题 它的volume是120 然后它叫你找y 所以8乘y再乘以3 会是等于120 所以我的y是120 然后8乘3 ok 这一边是8乘3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3 然后485 所以我拿的是5 然后接着呢 container shape of cube ok 它讲到cube的时候呢 我会把它画出来 这样会比较清楚 然后 呃 每一个size是20 ok 每一边都是20 它倒掉2400 然后它问hide in the container ok 好 呃 这一题它有几种做法 ok 呃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说 我的20乘20 再乘20 的话呢 它就24 428 8000 ok 所以我的volume of remain呢 会是8000 减掉2400 所以我拿到的是 呃 5600 然后它剩下就是5600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它剩下5600 ok 然后这一个是它的h 所以我的这一个20 乘20 再乘h 会是等于5600 ok 所以我的h 会是等于5600 除以20 乘20 OK 好 来这一边00月 00月 然后 4 4 的话 144 4 4 16 ok 14 所以我的56除4 然后14 对 14 14 然后接着呢 我在这一边lt 换成 那个cm3 所以我的1.2L等于1200ml 然后也等于1200cm3 ok 它的关系就像我们这样的L 乘1000 然后cm3跟ml是一样的 然后接着呢 它有cooking oil 然后30cm 20cm 然后它的depth x 所以你在这一边呢 它是一个长方体 然后 它的长是30 宽是20 然后我要找它的哪个 导 然后我半l 呢 会是等于3000ml 也等于3000cm3 所以我的30乘20 所以我的30乘20 再乘H等于3000 所以我的H 会是等于3000除以30乘20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00月 00月 00月 然后3 然后我这边就有10 然后我就 呃 10除2 我就5 呃 600乘5 3000对 好 来接着在这一边呢 是一个cube cube 是正方体 所以这一边是40 这一边也是40 然后volume of the water 是4800 然后我现在要找的是h 呃 不是 我找它的h 先啦 呃 how much more water is needed to build ok 其实我不用找h 我知道 这一个它满的时候呢 它是40乘40 再乘40 呃 446 64 64 000 cm3 是它 ok 所以它的那个 呃 needed呢 ok 会是等于64 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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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